你们要以欢乐的呼声宣告此事 使人听见 传播到地级说 天主救赎了祂的子民 阿雷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蒙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蒙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想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朝拜你 显扬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羔羊 圣父之子 除眠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者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右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我们满怀热情 欢度主基督 光荣复活的佳节 求你使我们 以信心所追念 庆祝的 才能表现在 日常生活中 以上所求 是靠你弟子 我们的主 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 其圣神 永生 永亡 阿们 公读中途大事入 那时候 有几个人 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如果不按 梅色的灌力 收割礼 就不能得救 保禄和巴尔拉伯 同他们 起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 大家就指定 保禄和巴尔拉伯 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 上耶路撒冷去见 中途和长老 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 中途 长老 和全教会决定 从他们当中 选出几个人 派他们与保禄和巴尔拉伯 一同到 安地约基亚去 所派的就是 别号 巴尔萨巴的 犹达和希拉 他们是弟兄中的领袖 他们所带去的信上说 中途和长老弟兄们 像在安地约基亚 叙利亚和基尼基亚 由外邦规划的弟兄们问安 我们听说 有几个人 从我们这里去的人 不是我们所派去的 说话 打扰你们 打扰了你们的心 我们一致同意 决定选派几个人 跟我们可爱的巴尔拉伯和保禄 到你们那里去 这二位 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已经把性命置之度外 我们派尤达和希拉一同去 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 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 除了下列几项重要的事以外 不要加给你们别的重当 就是尽时记过 邪神的食物 血和窒息的深处和坚营 如果你们解决这一切 那就好了 祝你们安好 善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天主怜悯我们 建福我们 愿祂的荣光照耀我们 让世人认识祂的道路 使万民得知的救赎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万民都永远欢欣 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 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愿天主给我们赐福 愿四级八方敬畏天主 天主 愿万民都称颂你 愿列邦都赞美你 宫独 圣诺万 莫世路 天使使我神火 神魂超拔 把我带到一座又高 又大的山上 将那从天上 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 耶路撒冷 辞给我看 那城 具有天主的光荣 城的光辉好是极贵重的宝石 像水晶那么明亮的碧玉 城墙高大 有十二座城门 守门的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写着以色列子民十二支派的名字 东面山门 北面山门 南面山门 西面山门 城墙有十二座基石 上面刻着高阳的十二位中途的名字 我没有看见城内有圣殿 因为上主全能的天主和高阳 就是城的圣殿 那城不需要太阳和月亮光照 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它 高阳就是它的明灯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主说爱我的人 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宫独生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爱我的人 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并要在他那里 安置我们的住所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话 你们所听到的话 并不是我的 而是派遣我来的 父的话 当我还和你们 在一起的时候 对你们讲了这些话 但是呢 护卫者 就是父 因我的名 所要派来的圣神 他必要训回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我给你们的平安 不像世界所能给的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过 我去 但是 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如果爱我 就该喜欢我到父那里去 因为父比我大 现在 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就告诉了你们 使你们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 能够相信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教友 今天是复活期第六主日 在福音中我们听到耶稣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那么我们 何以保障平安呢 首先我们第一点看到 在世界上 我们有苦难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平安 苦难跟平安 是相对的 苦难的另一面 就是平安 不仅是胜过苦难有平安 而且是胜过苦难 就是平安 我们注意啊 在耶稣里啊 虽然苦难还在 但是只要你心里有平安 就可以战胜 这个苦难 而我们人间正好相反 我们是说啊 战胜的苦难 把苦难给挪去以后 才有平安 但是在耶稣基督内 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常常求天主呢 把苦难给我们挪去吧 让我们留下平安吧 让我们进入平安吧 天主说no no no 那么就在苦难中 我赐给你平安 哎 你用这个平安去战胜苦难 就是这个意思 耶稣呢 从死里复活以后啊 见到门徒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 愿你们平安啊 应该犹太人啊 相见的时候 说的第一句话也是 Salom 就是祝你平安 那么人生莫测 恐惧 忧虑 是常有的事 于是这个平安 就显得特别的宝贵呀 但是到底什么是平安 根据耶稣的教导 平安是两个步 第一就是不忧虑 第二就是不恐惧 当你不忧虑 不恐惧的时候 你就有平安 那么关于不忧虑呢 耶稣讲了很多 说我告诉你们啊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 穿什么 这是耶稣讲的 不要忧虑 也说你们中 谁能用你们的思虑 使你们的受处 增加一种呢 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 说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 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的忧虑 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苦 足够一天受的了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不忧虑 那第二个步呢 就是不恐惧 耶稣说到不恐惧的时候 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两只麻雀 不是卖一个铜钱吗 但是没有你们天赋的许可 他们终点一个也不会掉到地上 就是你们头发也就一一的数过了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的 所以就说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天主没事了 每天坐在那里 数我们头发吗 按照我们头数我们头发吗 不不是 而是说呀 我们的头发他都知道 不用数他就知道啊 他是全能的 你越琢磨呀 越深邃 这个人生的这个含义啊 你看这个飞鸟在高飞的时候 不要担忧掉下来 因为有天主拖住他 掉下来的时候呢 也不要抱怨 因为有天主的批准 你看这个话啊 怎么着都有平安啊 既然知道高飞与落下 成功与失败 都是天主掌管的 都有天主的美意 那么呢 我们就获得了变幻 人生中的一个不变的祝福 就是平安的心啊 所以平安就建立了一切 交托给天主的基础上 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 他是我们平安的居所 他的恩典和全能 是我们平安的保障 我们对他的信心 是进入平安的钥匙 你想到 一想到一个一根小草 一片落叶 一只小鸟 为什么他们有平安和快乐呢 他们是因为啊 顺从天意而活着呀 他们完全不顾忌 人怎么评价他们 连他们自己也不评价自己 天主赋予他们什么 他们就活成什么样子 天主赋予他们什么 他们就活出来 赋予他们多少 他们就活多少 所以难怪耶稣也称赞 小鸟和野花的品格 说他们也不种 也不受 也不仿线 也不织布 无忧无虑 享受这个来自于上天的平安 所以耶稣说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这是真理 只有在天主里 在耶稣基督里 才有平安 所以犹太人一见面的时候 就讲Shalom 在明长记当中 六章二十四节 基督洪就在那里 给上主建了一座祭坛 成为亚维沙龙 至今还在阿比厄泽尔人的 奥弗拉那里 这个亚维沙龙 就是上主的平安 那么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是 超乎各种印象的平安 所以保禄宗主 在菲利波书上告诉我们说 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 只在一切事上 以恳求和祈祷 或者感谢之心 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 这样天主拿超乎各种 异象的平安 必要在基督耶稣内 固守你们的心思念律 同时呢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 十分的平安 以撒依亚先这二十六章 也告诉我们说 坚信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 而且赐给我们生命的平安 罗马书上保禄宗主说 随肉性的切望 导入死亡 随圣神的切望 导入生命与平安 第四是基督内的平安 若马宗主在十六章 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 是要你们在我内 得到平安 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 然而你们放心 我已战胜了世界 耶稣战胜了世界 让我们在世界上放心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 耶稣基督替我们战胜世界的 那个平安呢 就是信他 第三大部分就是 我们同样看到 入网福音当中说 耶稣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给你们的 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也不要胆怯 世界上 我们总认为 我银行账户里边 有了一定的存额 我就平安了 我有几套房 我就平安了 我有好车 我就平安了 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就平安了 其实人间的这一切平安 都是暂时的 短暂的 而且虚幻的 转瞬即逝的 只有耶稣基督说 他赐给我们平安 就是即便外在的环境在恶虑 外在的环境在逼迫中 困难中 忧虑中 外面的环境在无论如何 但是他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内心的 应该出去的教会 这些在斗书场的基督徒们 为什么唱着圣语 能够在那里赞美天主 马上他们狮子叫吃掉他们 他们去唱着圣语 唱着歌曲 因为他们那些当中 有基督的平安 所以耶稣没有留给宗徒们 说你们要升官发财 留给你们一笔资金 把整个以色列的地方 分给你们十二人 没有 如果耶稣给宗徒们留下钱财 我相信这些宗徒们 十二宗徒 早跑到中国去开发商去了 开发房地产了 但是耶稣留给他们的是平安 所以他们也把这个平安 传给天下万民 所以今天的福音当中 最后一句话说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们 为了是你们到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能够相信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基督 给我们这个平安 就是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德 靠着我们信他 我们才能进入平安 信的是进入耶稣基督 平安的那个钥匙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得到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 那个平安超越外在的环境 超越外在的地位 超越外在的虚假的光荣 而是赐给我们内心中的平安 无论外在环境如何 我们都有主物与我们同在的那种平安 是来自于天主的 阿们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真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毕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光荣 他曾接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至圣至公 从宗土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主耶稣一死而复活 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 我们向他祈祷 请为慈母圣教会祈祷 求主散赐教会 充沛的活力 以基督的精神 牧养天主的子民 主求祢俯听我们 主求祢垂云我们 请为政府的各级首长祈祷 求主散赐他们基督的爱和智慧 尽心服务 好使国家安定 人民堪乐 主求祢俯听我们 主求祢垂云我们 请为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 祈祷 求主使他们能敞开心扉 接受基督的福音 主求祢俯听我们 主求祢垂云我们 请为我们本堂区的教友祈祷 求主赐予我们爱心 能尽力去帮助在我们周围 有各种急需的人 主求祢俯听我们 主求祢垂云我们 主基督 祢是善目 为祢的羊群舍弃了生命 祢也知道我们的需要 求祢仁慈福听我们的祈祷 祢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捞回的果实 麦面饼呈献给祢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牢库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祢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万善主从祢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民 也为我们和祂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但愿我们的祈祷和奉献 上打天挺 求祢大法慈悲 进化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看到 参与着伟大爱情的圣祭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 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兼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上主 我们实施处处歌颂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我们的逾越界羔羊 基督已完成了牺牲 今天我们更能 隆重地赞美你 因为基督真是 消除适罪的羔羊 祂以圣死摧毁了 我们的死亡 并以复活 恢复了我们的生命 因此不是万民 养溢着复活的喜乐 永远欢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 和所有圣人 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单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 复活的日子 你高举祂 使祂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祂的名 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是神兽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述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既吻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肯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纯念朴实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 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甚至人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纯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纯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同志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 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献养你 全体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 救助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 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前程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 我们的罪过 大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 养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 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呼助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昭来福盛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主说 你们爱我 就该遵守我的命令 我也要祈求父 他要将另一位 护卫者赐给你们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迎接基督的复活 又恢复了我们 获取永生的权利 求你讲着生命 这两所隐藏的神力 庆祝在我们心中 让这逾越圣事 在我们身上 结出丰收的果实 以上所求是 只靠我们地主 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 将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